歡迎收看3.10球力POE小教室 今天這一集就是我們這一季的第三隻人物 我們的女巫純淨召喚 OK 那一開始其實為什麼會做這隻主要是因為看到了這顆新珠寶 這個悲慘幻視 那用這個珠寶的話就不能夠開其他的光環 但是來自結光環的召喚會造成25%更多的傷害 我就是看到這條之後又看到了新的這個 新團珠寶有這個增加純淨護衛的最大數量的這個尺之後呢 才決定完了這一隻 但是實際用下來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悲慘幻視真的有點悲慘 蠻爛的 所以最後呢就沒有用這一個了 那剩下來的這個 他的idea還是有存留下來 那這一隻目前的情況呢就是 他有點超乎我們一開始的預期啦 那目前這隻已經過了遊戲裡面所有的網 那包括到我們一直想說在push 看他的limit可以到哪裡喔 那我們目前是 五罪魂牛偷人 五罪魂火鳳凰 甚至是二十波 然後挖礦四百多樓的奧爾 什麼東西 全部東西都是可以輕鬆過 那包括這隻打賽勒斯 我這隻就不放賽勒斯的影片了 因為我們打賽勒斯實在是太低能了 他連帶我都可以不用閃了 反正你就是貼了他一直轉轉轉他就死掉了 整隻人物呢其實特點也非常的明顯 就是很硬 真的很硬 超級無敵硬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聯盟呢 在打這個二十波的時候 也算是蠻多人的一個小小的障礙 所以呢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我就想說我就來打一個二十波給大家看看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邊就從十七波開始打 不然的話有點太久了 那其實這個view的整體來說跟上一季的那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那個 聖物召喚有一點像 那但是呢我們的聖物其實只是拿來回血而已 那主要的傷害來源還是來自於那個 主要的傷害還是來自我們的 欸出網了 好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只要死亡標記 標上去召喚物把它圍起來 那我們從頭到尾呢幾乎都沒有扣血的跡象 在打二十波的時候其實也是相當相當的輕鬆 好那回到剛剛的話題呢 我們的召喚聖物呢 其實主要就只是拿來回血而已 它並沒有太多的功能 我們主要的攻擊手段呢 都是來自於我們的純淨護衛 那純淨護衛呢 只要在我有打到黃怪 或者是說我有擊殺掉任何小怪的時候呢 我就會拿到 拿到那個 我就會召一隻 欸 我就會做一個純淨護衛出來 那純淨護衛呢 因為再加上新的珠寶的 強化之後呢 我們可以到 有六隻純淨護衛 所以整體來說呢 算是坦度跟傷害 蠻艱巨的一隻角色喔 玩起來是蠻開心的 這隻應該也會是我這一季 拿來衝95等的角色吧 那像是 每一波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打得比較慢 比較慢的原因呢是因為 在等怪物重生的時候呢 我的召喚物會消失 那消失之後呢 新的一波出來 如果他沒有黃怪的話 我會叫不出 呃 召喚物 所以必須要等我的 聖物擊殺掉 就是擊殺掉一點基礎的怪物之後呢 我才會開始 有辦法叫出純淨護衛 或者是說我必須要 有 就是旁邊必須要有一隻黃怪讓我打 我才有辦法叫出 純淨護衛 那一旦純淨護衛出來之後呢 我們的傷害才會開始出來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這個build的缺點吧 就是 它是一個 需要小暖機的一個build 沒什麼好貨欸 風力牌子解釁解釁 好 第十九波 你看我這邊純淨護衛全消了之後呢 我必須要 殺一點這個小怪 好 我的六隻純淨護衛出來了 那 出來之後呢 就沒問題啦 出來之後呢 我們的傷害就是相當相當不錯 是不是出網了 剛剛好像有看到網 又好像沒看到網 沒事了 反正有沒有看到都一樣 不太痛 我剛剛話講完就爆了一半血 害我嚇一跳 差點就滑倒了 滑倒我們就要重新錄了 哼 沒事 那整個build其實在打圖的時候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主要就是 你在打很難很難的圖的時候 你的純淨護衛會死 不是純淨護衛會死 你的召喚聖物會死 那召喚聖物死的時候 你一定要重新補新的召喚聖物 這個是 呃 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你的 聖物一旦死掉的話 你的人 會少了很大很大的回血 那你的回血一旦沒有的話 你會很容易很容易 會慢慢的死掉 所以 而且你的召喚聖物也會扣血 召喚聖物的血如果沒有在全滿的情況下 他拿不到10%的增傷 所以 盡可能的 你要維持你的召喚聖物是活著的 這個蠻重要的 我好像都忘記喝水了 沒事 沒關係 哇 最後一波沒有出王 我還很期待最後一波可以出一個雙王 不然的話 這個 沒有辦法 給大家看看 他到底有多厲害 那今天的影片呢 那後面呢 我再打一張 我再打一張 我再打一張鼓好了 不然的話 大家可能沒有看到就是 他打一般圖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沒問題喔 那至於打 打那個 五張望玉的牛頭人跟火鳳凰的話 我就 我就不放了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到 你可以看我的實況紀錄 呃 我們都是在實況的時候打的 因為那個整個 雖然說我們不會死啦 不過其實這個build最突出的點 也不是他的傷害 在打 五張望玉的 在打五張望玉的圖的時候 其實打了有點久 差不多整個圖到打完 差不多要打15分鐘左右 有一點慢 但是其實還算是OK的啦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打一個20波的圖 其實也算是輕輕鬆鬆 基本上 沒有遇到什麼比較危險的 點啦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這邊就來講一下我們天賦的部分 天賦的話呢 我們是選女巫騎手 那整個天賦的核心其實都建立在 呃 防禦機制上面 那選女巫的話呢 其實主要就是要這個召喚等級加二 還有 這個點 就是 奉獻技能會同時影響自己 那影響自己的話呢 我們的旋風斬有差引導時施放 再加一個海骨奉獻 再 有辦法把奉獻技能影響自己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對自己放海骨奉獻 對自己放海骨奉獻的話呢 我的格檔率可以到56%法格26% 然後我再喝格檔水的話 我可以到65%物格再加35%法格 所以呢其實格檔也算是沒有到很高 但是已經是相當相當不錯的一個水準了 那剩下來的一個點呢 其實你要點黑暗統一者也OK 你要點海骨屏障也可以 那我自己是懶得再多按一個技能 所以我就點了黑暗統一者 因為我的格子不太夠了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很勤勞很勤勞的人的話呢 你也可以點海骨屏障 這樣的話你就 多了一個按鈕可以按 那防禦面的話我覺得是不需要再加了 因為目前玩到現在 我還沒有被什麼東西打死過 所以我覺得海骨屏障應該是用不到的 那天賦的部分呢剩下來走出來就是 點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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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招換物傷害點生命 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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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換物傷害生命 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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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生命 基本上整條路就是把生命全部點起來就對了 那這個必中可點可不點 點的只是你在打圖的時候你的旋風斬 因為如果你沒有擊中目標的話 你會沒有辦法叫出純性護衛 所以點的只是讓你可以叫純性護衛 比較穩定一點 你也可以不點啊 不點就省一個點數嘛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比較關鍵的就是這個 星團珠寶了 其實整個build的核心 都建立在這個星團珠寶上面 星團珠寶這邊大顆的呢 我們是選招換物傷害的 最重要的屬性就是 招換物造成串刺 這條是最重要的 其他兩條是什麼都沒有關係 那我這邊是選幻星 因為幻星有10%夢 這個是最好的 那接下來呢 這個屠殺惡夢 屠殺惡夢的話就是 近期有製造新的招換物的時候 它會特別的強 那這個build因為 純性護衛是有時效性的 它會一直消失 然後你就要做新的 消失你就要做新的 所以這個屠殺惡夢 也算是不錯 所以這個 用起來還蠻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呢 就是中型珠寶這邊 中型珠寶這邊有一顆純粹苦痛 這個可以加1 純淨護衛的最大數量 這個也是我們整個build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純粹苦痛這個點 純粹苦痛再加紀律 紀律的話這邊就有 每一個純淨護衛 會給我們7%額外的物理減傷 那我們總共有6隻 那我們有兩顆這個珠寶的話呢 就是6、2、12 12%物理減傷 這個6乘以2我應該沒有算錯 那下面的屬性呢 其實吃不到也沒有關係 不太重要 主要就是要那個減傷 那另外這個呢 就是要加1數量 我們本來只有4隻 加1的話呢 就等於加了25%末的傷害 再加1隻呢 又是20%末的傷害 所以 純粹苦痛這個點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那接下來呢 這個小型的珠寶 你也不用這樣子插 我用這個只是因為 天賦上沒有血 可以點了 所以 也不知道選怎麼了 我們就選了一顆這個 那剛好這個小的還可以 補混沌抗 你只要找 最重要的就是要找 有混沌抗再加生命的 能夠補 就 主要就是拿來補抗性 跟補你要的能力子 因為這一隻其實 莫名其妙 我是一個女巫 但是我們的智慧非常的低 我只能說台女不意外 那就 就找了一顆這個小顆的來補智慧 雖然說補的也沒有很多 但是基本上就這樣 請問這隻名字叫什麼 台女與她的騎士團 讚 OK 那天賦的部分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這一顆輝煌的虛龍 這個輝煌的虛龍 擺在這個位置是 這個人好煩啊 這個輝煌的虛龍擺在這個位置 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個也是這個build很關鍵的 一個生存機制的點 那這顆非常的好找 你只要找 任何一顆輝煌虛龍都可以 他只要他上面的名字是賽巴昆 你可以看到第一條 浸泡在以賽巴昆之名的獻祭 只要是這一條 賽巴昆就可以了 那你用神聖石直接點 只要骰到有賽巴昆就OK了 那賽巴昆可以把這一顆 那個MOM改成神聖血肉 神聖血肉呢 會讓我們所有的承受的元素傷害 有一半變成混沌傷害 然後再加持最大的混沌抗性 這個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個幾乎會讓我們的承受元素傷害 有將近... 應該有將近超過50%的元素減傷 是超級無敵重要的這個點 你可以看到我的混沌抗這邊有88 超級高 真的是超級高 那... 我這個小點是混沌崇拜 那這一顆是最完美的輝煌的榮耀 就是連這個小點都要是混沌崇拜 如果你的... 這個不是混沌崇拜也沒有關係 只要這一顆是神聖血肉就OK了 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防禦手段 那所以我們這支目前除了不錯的血量以外 還可以有... 還可以有格擋 這是... 已經算是兩層的防禦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有... 神聖血肉就是第三層的防護 然後再加上... 我們有蠻高的物理減傷 全部東西疊在一起之後呢 其實這個人物就會先跟剛剛你們看到的一樣 他是超級無敵... 真的是超級無敵硬啊 那天賦的部分呢 如果你的等級再升上去的話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血量好找了 基本上就是... 可能要走上來這邊再補更多的生命了嘛 也沒有什麼生命可以補 喔對 還有一顆小型的珠寶 我這邊插了一顆奇塔佛的教學 這一顆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很好用 但是... 我現在因為沒有什麼... 我現在等級還不夠高 我只有92等而已 所以我也沒有更多的血量可以點了 那我就乾脆插一顆這個好了 那... 這一顆呢 就只是讓我們在打圖的時候 呃... 例如說你在閃賽勒斯的時候 在閃的過程中 你還可以有一些基礎的回血手段 我自己是覺得... 還不錯用 但是... 沒有到必備 那這一顆其實現在也是滿便宜的 就是... 想用也是可以用一下 好不好 也是還不錯 還可以 那接下來呢 就來講裝備的部分 天賦講完了 裝備的話呢 唯一一個... 呃... 我覺得比較重... 沒有任何必要的部分 唯一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大概只有這個頭盔吧 這個頭盔呢 就是吉爾菲的榮光的升級版本 吉爾菲的遺產 這個東西呢 可以讓我們召喚聖物的數量加一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召喚聖物唯一的用處呢 就只是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回血 以及... 在打一張圖的時候 你的第一波怪 如果你沒有... 呃... 召喚... 你沒有純淨護衛的時候 你會需要你的召喚聖物 幫你打掉第一波怪 讓你的... 血球可以開始滾動 所以其實這個帽子 我覺得各方面來說還是不錯 那再加上它有混沌抗 這是我最喜歡這個帽子的原因 它除了加一數量以外 還有混沌抗 所以... 帽子也沒有說必備啊 但是我很推薦這個帽子 好吧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我非常非常推薦 但是也非必要的盾 就是漢恩的遺產 這個盾呢 會加二屬性的最大抗性 這個抗性還包括了混沌抗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混沌抗 可以到88的原因 那這個盾的話呢 一樣就是... 你... 不能拿到紅球 但是相對的你可以得到... 很多... 你可以得到兩點最大的... 兩點最大抗 上個版本是3 那真的是猛 那現在只剩下二 不過它還是最好的選擇 我覺得 那武器的話呢 我這邊是用寒鋼之刃 如果你可以做一根超級好的拳杖 更好 那... 寒鋼之刃已經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物理... 法術等級加3 所以其實也是不錯 那衣服的話呢 我這個白袍是塑型啊 這個衣服其實... 比白袍還便宜啊 這個衣服... 就只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神妙衣 它唯一有的屬性就是生命 那個生命還是一條複合 所以它只要有生命 有混沌抗 空一個前綴可以讓我上8% 就OK了 這件衣服... 我這件是買50C 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因為我的混沌抗還不是T1 欸...是T1 只是... 神聖死骰的有點低 應該要神聖一下 找一件這個衣服 有生命有混沌抗 是最重要的兩個屬性 混沌抗一定要撐滿 真的 混沌抗超重要 混沌抗一定要撐滿 只要你把混沌抗撐滿的話 你的...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你的生存提高非常非常的多 那接下來就是鞋子的部分 鞋子也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部位 那這也是一個唯一... 唯一一個我... 我覺得算是必要 超越推薦的一個部位 就是你的鞋子 一定要找有護體輔助的 為什麼要找護體輔助呢 因為你的旋風斬要串 引導時施放 這樣的話比較懶 你不用自己手動按海骨奉獻 所以你的旋風斬要找 你要引導時施放 海骨奉獻再加 褻瀆 那你要這樣串的先決條件就是 你的鞋子一定要有護體 因為你沒有護體的話 你肯定要串護體 不然的話你就少了20%的全減傷 你串了護體 你就少了一個技能 只要少了一個技能 你的整個循環就跑不起來 所以護體有一點太重要了 那我這個鞋子真的是無話可說 這個鞋子是超級棒 我覺得已經 沒有任何可以進步的空間了 這個鞋子是 我全身我覺得最棒的一個部位 那就是 主要的話就是 有護體有生命有跑速 就OK了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項鍊的話呢 我這一顆是 還不錯 用的還蠻棒的 那我自己在做這條項鍊的時候 我是超級無敵衰啊 我做出來它是醜到爆 那當然你 只要 也不需要用到這麼好的 你只要能夠用一個普通的物理加一 如果它的血量比這個還要多的話 我覺得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選擇 主要就是找 物理保持震擊跟力量保持震擊 這兩顆很重要 那我剩下來的兩個抗其實我都吃不到 我主要只是因為我的混沌抗撐不滿 所以我才把他上了那個功力 不然的話其實他本來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腰帶的話呢 就只是有生命補抗性 能夠混沌抗更好 這樣子 那手套的部分呢 你看我這個手套看起來好像很嚇人嘛 但是我會用這個手套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這是我這一季打的第一隻賽勒斯 釣出來的手套 那我自己點它莫名其妙就過五關了 我就用了 那它上面的詛咒其實是錯的 沒錯 它是錯的 所以你也不需要找到這樣子的手套 這個手套上面的保持震擊 我完完全全吃不到 一個都吃不到 因為我這個手套是算受傷死罰的 所以它一點屌用都沒有 這個手套你需要的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它要有衰弱詛咒 或者是脆弱詛咒 就OK了 那用衰弱只是因為 增加生存嘛 對不對 這算是我們的第... 剛剛講到第幾層 第四層防御機制 就是多一個衰弱 那沒有衰弱的話呢 時空鎖鏈就算是更硬啊 那... 我覺得有點over 有點太多了 這個已經有點... 撐這麼多的防禦已經有點發神經了 完全沒有必要用到這樣子 而且... 為了要用這個額外詛咒 我甚至塗油還要多塗一個滅士之魚 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的 如果不用這個的話 我是建議塗油可以塗這個點 我是超喜歡這個點 這個點會減少5%承受元素傷害 讚 超級娘 有沒有 推薦大家 那當然也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甚至是你要塗... 血液抽取 或者是塗試協者 塗藥草學 我也沒有意見 這個就看個人了好不好 說真的這個塗油味 這個...就... 瞎七八塗 你想塗什麼就塗什麼了 好不好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手套最重要的屬性 再重複一次 衰弱跟脆弱 這兩個就OK了 時空所練沒必要 雙詛咒 更沒有必要 根本用不到那麼多 好不好 那接下來就是戒指的部分 我們戒指真的是廢物利用 戒指找純淨 觸位增加傷害 跟純淨之節減少魔力保留 這兩顆 一顆30C 這顆... 我相信在這個build出來之前 這兩個戒指真的應該是垃圾 達到這個人應該心情很差 但是... 我兩顆... 我這顆是... 一個觀眾給我的 很感謝他 因為這顆的上罪還有魔力保留 魔力技能消耗 所以還不錯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你只要找到有魔力保留 跟... 純淨護衛傷害的 就OK了 我那個時候我記得我是一顆買30C 很開心很開心 裝備的部分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湊起來呢 你的目標就只是要讓你的... 純淨護衛比較痛 然後要兩顆減免 因為要兩顆減免呢 你才可以開... 驕傲跟... 恐懼之起 如果你少一顆減免的話 這個就完全開不起來了 所以... 蠻重要的 其實...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講寶石連線的部分 我們寶石連線講完呢 我再打一張九頭蛇給大家看看好了 好不好 那... 純淨之節也是必要的 不然的話 純淨之節串殘虐 再加穿刺 再加召喚物傷害 跟死亡標記 死亡標記 一定要串 因為純淨護衛是喜憨兒 真不愧是台裡的騎士團 也是美腦 他完全不受控 而且他們會去打很怪的目標 就是你旁邊有一隻怪就站在你面前 他會走去超遠的地方 打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串死亡標記來控制他們 一定要串死亡標記 這是必備 那接下來一顆呢 多重打擊 那帽子的部分呢 我這邊是串我的召喚生物 召喚生物 殘虐 再加召喚物傷害 還有 患癢狂熱 這個患癢狂熱 可以換成肉盾 我蠻想換肉盾的 因為不然的話 召喚生物要一直重新補 有點麻煩 所以很推薦換肉盾 好不好 武器的話呢 我這邊是烈焰衝刺 加恢復 再加號召 這個只是單純的 就是 Utility 我們的位移 跟我們的號召這樣子而已 那 光環的部分 盾的部分呢 我是和善再加驕傲 還有恐懼之奇 驕傲吃不到和善 所以沒什麼用 我只有恐懼之奇吃得到而已 所以這個和善其實可有可無 不重要 手套的話呢 這邊就是受傷施法 熔岩護盾 混沌魔象 再加一個癱瘓 這個癱瘓主要是要讓我們的混沌魔象可以幫忙上癱瘓 因為 我的癱瘓串不進去 癱瘓的話呢 會幫我們的純淨護衛增傷 所以也是不錯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的回血不夠 你可以換成巨石魔象 也OK 差不多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換巨石 因為我們的物理減傷已經太多了 其實這個混沌魔象也用不太到 也是有點超過 鞋子的話呢 就是旋風斬引導石施放 海骨封獻再加蟹毒 這個就是我們的懶人串 串起來的話呢 你只要一直轉 一直轉 一直轉 有沒有 我們的海骨封獻跟蟹毒 就會自動一直施放 那在我們 自動放屍體的時候呢 這一顆 奇塔佛的教學 還會順便吃掉 你看喔 你可以看到 奇塔佛的教學還會順便吃掉地上的屍體 來幫我們補血 所以呢 整體來說我覺得算是 鞋子算是一個蠻棒的配置 很懶很懶 很舒服 拿起來很爽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就來開一張 我再開一個 我再開一個合成獸好了 再開一個超越 哇還剛好跳 跳一個挑戰 OK 你可以看到剛進圖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的純淨巫衛還沒叫出來 所以打的會有一點慢 但是呢 只要你的純淨護衛這邊 數量一出來之後呢 一切就是 一切就是輕輕鬆鬆啦 找到門了 碰一下 那打圖的話呢 其實 雖然說不是這種 像五節一樣 這種頂級快的Food 不過呢這個Food 給大家看看 有沒有看到那個爆炸 不扣血的 你想要邊打邊撿東西 都沒有問題 反正 基本上是 不太會死的 有沒有 快快樂樂打圖 快快樂樂踩地板 快快樂樂被炸到 呃 沒問題 反正 我們凱女臉皮就是厚 被打到不會痛 欸 有一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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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被炸到 沒問題的 快快樂樂 那我們這邊 小怪 我們就一路轉 轉到往前面 給大家看看打王 跟打合成獸獸可以 打起來大概是什麼感覺 其實傷害 我覺得 會超乎你們的想像 真的 當初在玩的時候 我一直很怕 我的傷害會不夠 因為我全部的心力 都拿來撐防禦機制了 但是其實實際上玩起來之後會發現 哇 傷害其實還蠻高的 你可以看我這樣一個挑過去 雖然說怪物沒有順殺 但是基本上他們也不太會活下來 沒事 沒什麼問題啦 好像沒有辦法把沾望 霧好像沒有辦法我一直到王那邊 我一開始 太鬧了 我一開始在那邊 在那邊故意給他炸 浪費太多時間了 沒有辦法把霧帶過去 哇 那就可惜了 沒關係啦 我們還是 打給大家看了啦 OK 繼續前進 騎士團 出發 我真的不應該找這張 這張有那個時空所練 打起來好 好煩 好煩喔 有什麼好貨 OK 到完了 應該是不用開門了吧 應該是不會死啦 保險一下 好 我一上來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傷害其實也是蠻不錯的喔 我給這個炸一下看看 好像是有點痛喔 OK 有沒有出乎大家意料的感覺 就是我們的傷害其實好像也沒有很低欸 就是 我其實一開始在玩的時候也覺得蠻驚訝的 那合成獸這邊出來 還想跑啊你 有沒有 這個傷害還可以吧 還可以吧 兼具坦度跟生存的一個build 非常推薦大家玩 好不好 那 剛剛有人說這個戒指變貴了 那 可能造價沒有 我 當初開始玩的時候這麼的低了啦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非常符合 三望聯盟META的一個build 第一就是三望聯盟的 特點就是 路邊的怪物 每一隻 媽的都跟賽勒斯一樣 每一隻都要你命嘛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其實我覺得防禦機制算是 特別重要 這個版本 那這一隻的防禦機制 已經基本上是做好做滿了 那傷害其實也算是有堅固的 因為這畢竟是一張T16的守衛了 雖然說 九頭蛇不算是特別硬的 不過你可以看到我們打起來的速度 其實也不慢喔 那在打賽勒斯的時候呢 其實 打得 我覺得 應該比 暴刀的那一隻快 因為暴刀那一隻畢竟 是以輕途為目的的角色 打單體本來就比較低了 所以 整體來說傷害還是相當不錯 那坦度也是相當不錯 很推薦大家玩看看 好不好 那賽勒斯的影片我就不放了 因為 我覺得有點太簡單了 完全沒有必要 而且剛剛的20波 每一隻小怪幾乎都是賽勒斯等級的 我這邊賽勒斯就不放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喜歡POE的內容的話 你可以幫我按一下訂閱 旁邊的鈴鐺 也可以幫我按一下 那我們 下一隻腳色見 大家拜拜